台北市议员益小薇被检调来进行搜索 上午检调人员就到台北市议会来进行搜索查扣资料 那益小薇也在中午的时候被带离开 那其实她看到镜头是自己也表示说她自己是深圳不怕影子鞋 是不断强调她只是做了一个议员该做的事情 强调自己是不怕检调人员的调查 那其实整个案件可以追到是2020年3月10号的一场便当会 那益小薇被指控是涉嫌帮威京集团来讲金华城案的容积率 让她从300多变成了800多 甚至说当时这场会议被指为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便当会 因为当时这场的不只有柯文只有益小薇还有黄珊珊 不过黄珊珊并不是都市计划主责的副市长 而是前副市长彭正生 那更被查出其实益小薇好像早在3月10号便当会 之前在2月底的时候旧城曾经找上了彭正生 来谈金华城案容积率的问题 那目前益小薇仍是被带到了连政署来进行调查 有没有任何不法的行为将要看检调人员查扣到哪一些证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